中華之棒例行賽 前一戰和魏拳龍在天母 敖戰到延長賽 以合局收場了中興兄弟 今天回到溫暖的家 洲際棒球場迎戰樂天桃園 開賽一局下半 黃山軍一二棒的王威成 和江崑宇就分頭出擊 分別敲出一隻內野和左外野 平非安打 這場後續暴力圓手臂上出現失誤 讓兄弟在無人出局情況下 攻占滿內 眼看是個行程大局的搶分兩機 無奈後續上場的三名打者 都沒能從樂天先拔投手 威打二手中敲出安打 僅僅靠著野手選擇跑回一分 而這也是援軍相對能夠接受的結果 因為得分對他們來說不算難事 不然二局上半朱玉賢 藍英倫就雙雙巧除安打 將後續林鴻玉右外野的高飛犀生打 相當有效率的串聯攻勢 將戰局搬成一比一平手 而且隨後同個半局 還是壘上有文的局面 第八棒的梁家榮相當果斷 變成鄭凱文的投球大棒一揮 導出右外野方向一發 兩分打點全力打 而且個人本季兩發紅讓 通通都是在面對中興兄弟時 扛出來的 將三局上半楊敬豪也敲出了 這一戰的第一支安打站上得點圈 而且靠著團隊有效的串聯推進 後續成功回到本類 替樂天桃園搶下四比一的領先 儘管主場坐鎮的黃三軍 下個半局馬上有所回應 靠著老鬼周思琦 在一三類有人情況下 敲出的四十安打追回一分 不過打擊斷層的老問題 依舊沒能解決 後面上場的陳子豪和蘇偉達 雙雙吞下三陣 讓兄弟該局的攻勢瞬間瓦解 而且禍不單行 黃三軍先發投手 鄭凱文還在四局上半 這道強吸球擊中首部 傷退下場休息 然後一路到八局上半 兄弟當家內野防守大將 江坤宇又出現抽筋狀況 被迫退場 後續團隊又因為野手選擇 再度掉分 結果正當一切 對黃三軍來說 都如此不利的情況下 張志豪八局下半 兩人在雷 兩人出局的關鍵時刻 代打一棒炸裂 轟出右外野方向 剛好越過拳力打強的 三分重炮 轟炸樂天桃園 不單是個人生涯 第六次的代打全力打 更一棒幫助黃三軍 五比五追平戰局 而且隨後雙方一路 纏鬥到了延長賽 十一局下半 又是張志豪 一毫兩壞 再度全力揮擊 再度扛出右外野方向 四百四十英尺的 再建陽春炮 用個人單場雙翔炮的表現 一棒擊成樂天桃園 率領中心兄弟 中場六比五 收下勝利 RT台中華報導 雪豪 錦